嗨,我是Tracy 大家准备好去韩国了吗? 马来西亚人去韩国是不需要Visa的 就节省了一些费用还有步骤 除非你要在韩国待超过90天 那你就要申请Visa 如果我要去旅行 我一定是好几个月前已经准备好了 买好机票,订好酒店 如果你是那种说走就走的自由人 那也至少给自己3天的时间去准备 为什么说是3天呢? 因为你需要填一个表格 叫做KETA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边境通行证 我是填了后 第三天我才拿到它的批准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会和大家说 还没有去韩国之前需要准备的事项 还有如何填写这个KETA表格 这里就是需要准备的总结 还有它的顺序 你们可以先截图做参考 所有的链接我已经把它放在说明区那里 让你们容易点击使用了 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上飞机之前 你们要做COVID test 然后到了韩国机场的时候 你们要做多一个COVID test 你们必须要在这个链接购买韩国的PCR test 然后收好receipt 去韩国就要花几百块来做这个核酸检验 没有办法 在你上飞机之前 几时要做这个COVID test呢 假设你的机票是在3号 不管是什么时间 那你做PCR test 你就在1号的时候去做PCR test 上载到QCode网站 在表格的最后 它会给你一个QR code的 这个QR code你不需要打印出来 那你们到了韩国机场工作人员 会领你们到做核酸的地方 检验结果出来的也是需要上载到这个QCode网站的 检验结果不是马上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乘坐汽车回酒店等待结果 最好就是不要乘坐地铁或者是火车 因为你的结果还没有显示 Negative之前最好不要接触太多的人 OK 现在就是要填写这个KETA表格 这里就是需要准备的东西 有两个选择可以填这个表格 第一个就是下载KETA的APP 第二就是电脑版本 我是用电话版本的来进行 因为有一项是需要你拍护照的第一页 还有你拍你的样子 我用电话进行的话 所以就可以直接操作 如果你是用电脑版本的话 你就需要提前先拍你的护照第一页 拍你的样子 上载到电脑 然后再上载到电脑版本的表格 你拿到通行证过后 在两年里面是可以无数次来回韩国 可是如果你的护照是比你这个通行证 提前结束的话 你也必须要再重新填写再付费 因为更新护照 护照号码就不一样了 在通行证里面的护照号码 也必须要同步更新 还有如果你有发觉有一些资料 你是填的不正确的 你也必须要重新填过 还有再付费 在后面我会提到 有一小部分资料是可以更改 而不需要重填的 这个APP设置了安全功能 我就不能用屏幕录像的方式 来展示这个表格给大家看 我就准备了一组照片 尽量和这个APP相似的地方 来展示给大家看 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问题 我也会在有需要的部分讲解 其他的都是个人资料 我相信大家都会填好 现在开始 条件与条规都大概就在讲 你必须同意他们索取你的个人资料 全部选择同意就是了 点击add found 在有个人资料的那一页 直接拍照 如果你是和朋友家人自由行的 就选择这个 韩国地址 点这个 就会出现寻找地址的工具 假设这是我会住的韩国酒店 第一放postcode 第二写jalan 按search 它会有一排地址出来 你就在那里找门牌号码 完成了这一部分 然后在这个格子 还是要填多一次完整的地址 接下来填韩国的电话 我通常会放酒店的电话 这是问你现在的工作 这里是他的选项 你有没有以下的疾病 你有没有犯罪的记录 点这个自拍张 如果你还不知道 你要去韩国的日期 可以不用填 你有认识的人在韩国吗 你是和谁一起去 你出国多少次 来到这一页 检查资料是否正确 然后credit card付款 第三天我就收到批准了 信件可以在这里下载 如果你在前面 已经填写好你的韩国地址 下一次你去韩国的时候 也许是住其他的酒店 你就可以从这一页 去更改你的地址 更改的部分就只有这一页 如果是其他资料填出 你就必须要重新填写 KETA表格 谢谢大家耐心看 我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